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灵动早香 在我县的司马村有一处远近闻名的梅花拳席练场 全村的老少爷们都会在这里学习梅花拳 席练梅花拳 梅花拳是中华武术的一只传统流派 在1863年传入司马村以来 司马村的梅花拳弟子就秉承梅花拳 虚恶扬善 得志当先 强身健体的发展理念 一百多年来涌现了众多文武兼备的优秀人才 近年来呢 为了使梅花拳发扬光大 司马村连续三年组织集训 召集梅花拳席练者 大家一起切磋武艺 交流心得 近日来呢 司马村梅花拳全场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全师研讨会 来自河北 山东等十几个城市的梅花拳传承人 聚集在这里 举行了一次精彩的武林盛会 来到位于城关镇司马村南边的梅花拳席练拳场 远远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热烈的贺彩声 走进院落 只见有人正在场地中间坐着热身练习 四下围绕着观看的人 据梅花拳第十五代传承人刘新斌向我们介绍 今天是司马村一年一度的梅花拳研讨会 来自河北 山东十几个县市的传承人聚集在这里 展示今年集训的成绩 同时 大家也在一起切磋下午剂 交流一下感情 这一次一次 这个三生四季下的梅花拳的 这个武术还好的 都举一到一起 今天大家可以交流 这是个洋翁 还明天这个武术交流 演出表演 司马村人将集训热络地称为骑火 意思就是架上大锅 生骑火 大家一起在全场吃住 日夜洗练梅花拳 白天练习基本功 套路 架势 各式器械等 到了晚上就亮起白痴灯 大伙在院子里互相对打 切磋 放学的孩子们也会在这里学上几招 每天大伙都练习到夜里十一二点 像这样的集训 司马村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组织了 每年到冬季农闲的时候 村里的全师们就把大家伙召集起来 一起来练习 学习 今年的集训从10月12号开始 截止到腊月25 来集训的人已有十几批 总数达几百人 除了司马村的学徒 还有来自范县 卫县 清风 濮阳等周边县市的爱好梅花拳 想学梅花拳的人 司马村将练习梅花拳的男人们亲切地称为爷们儿 只要有人来 不管是哪里人 从事什么职业 只要是想学习梅花拳 司马村全场都会热情地款待 吃住全眠 悉心传教 因为天下梅花是一家 大家都是梅花拳爷们儿 来到这里就跟回到家一样的亲切自然 乃房 司马村每年集训我都打了 每年都是打着点吃住都是多少天 打着比大家很亲人 每年打着点学工 锻炼 切磋无语 今年我都待着住四天 这是圆满的结束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这个司马村 历年来为了弘扬梅花拳 弘扬传统书 他们几个费了好多心灵 观持 观主和观秀功夫 我们这个秦峰 来自秦峰 山东 这个东明还是伟先的 我们爷们儿都往这儿来切磋 这都是家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 我过去住三个月了今天 这个司马村 牛嫩雷 弘扬传统伍师 对梅花拳做着很大贡献 参加今天研讨会的公有五十一人 演示开始后 先是一组基本功展示 随后两趟架 文枪 大花枪 25枪 单刀 六趟刀 花烧子等轮番上演 共计十二个项目 二十多个套路 表演者有上至五六十岁的老权士 也有十八九岁的新学徒 老权士们在场地上 挥斥方球 精神绝朔 一招一世 文准狠 一点都不输当年的风采 年轻学徒们表演的后空翻 也不甘示弱 赢得全场贺彩 年轻学徒 四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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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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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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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63年梅花拳传入司马村以来 司马的梅花拳弟子就秉承趋恶扬善 得自当先 强身健体实战制敌的发展理念 一百多年来涌现出众多文武兼备的优秀人才 近年来 司马村老一辈犬师们呕心沥血受徒献祭 为梅花拳的传承和弘扬作者不懈的努力 培养出刘富林、刘新斌、张改军等一大批武术精英 2008年至2012年 连续三次参加中国梅花拳在山东梁山举办的延武大会 摘取金牌六枚、银牌十枚、铜牌十六枚 2013年被命名为河南省农民体育先进示范村 2014年代表河南省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全国武术竞赛 丹次夺得金杯奖 团体夺得第三名 奇获集训 这是司马村人传承梅花拳的方式 也是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相信通过司马村当代梅花拳弟子的共同努力 梅花拳在司马传承